就好像是嚇一跳 所以就是那個動作 所以它那個就是 它也是上身 那是不是上身 整個身體一緊緊張 一緊張那個筋 筋一收 全身的筋一收 所以伸縮之中 這個就是鎖離 筋原來是鬆的 它的那一瞬間一緊 所以它也完全不用接地面 它自己的縮力 就可以打身體拉下來 這個蹦 蹦的劑 你們看那個 蹦啊,哈囉 來一下 好,你先說 就是我前幾天 他就出去嚇一個小朋友 大概三歲三四歲左右 他就是,我就是躲在這個轉角 他從這邊走過來 然後我嚇他 他就整個飛起來 他很像就是嚇一跳 就整個飛起來 但是他沒有 他腳完全沒有 他不會先蹲下來再跳 我被嚇到那一山 他就飛起來 所以他就是沒有接地 所以他本來是鬆的 他本來是鬆的 他本來是鬆的 人在受驚嚇的那一瞬間 身體馬上一緊 馬上一緊 那個筋就啪一下彈起來 所以這個叫蹦 所以我們練出來那個架構 筋的架構的時候 在移動的時候 我們用的就是這個 就是說當我這樣子站著 我要動的時候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蹲下去再跳起來 而是我這一瞬間 我這一瞬間我的筋 我的筋這樣子 我的筋這樣子 要不動 一收 所以在移動 真正在移動的時候 在移動的時候 練拳的時候 會說啊 退步 怎麼樣 真正在打鬥當中 真正在你這樣動 這樣都太慢了 刺激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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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緊 那個筋 一下 人 人就走了 好 所以以前 以前教你們的騎馬步 那個就是這個啊 教你們騎馬步 彈跳嗎 一開始練裝就要練 練這個 所以你騎馬步 站好了彈跳 你不是用這樣跳 你站好了 筋都拉 筋都拉 拉開了 一蹦 是這樣動的 是這樣動的 這樣動的 要不懂 不是這樣跳的 公布也是一樣嘛 公布站好了 裝都好了 筋拉 筋拉住了 要動了 你說是用哪裡 全身 對不對 你要換也是一樣嘛 換 是用這樣子在移 這樣在移動 好 要不懂 這就是這個勁 所以有的把它叫做什麼 叫做金下勁 金彈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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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個勁 他下到內三那 他就會自己 對 所以是練到刺激來了以後 刺激來了好像嚇一跳一樣 那個大一下 那個力量 啊 這種力量都是你身體練好了 結構起來了 瞬間出出來的 知道嗎 所以要去掉 用肌肉的習慣 啊 好啊 但是 隨便去下三歲小孩子 不值得鼓勵哈 哈哈哈哈 哈哈